早上回来今天的说新闻时间 要带你来关心到 全台各地从今天开始 是有条件了开放了哪部分的娱乐场所 以及放宽了哪一些的防疫规定呢 首先先看到台北市的部分 要去KTV唱歌 KTV要开放营业也可以 但是门口跟每间包厢都必须要扫QR Code 要落实实联制 而游泳池是也开放更衣跟沐浴间 不过是不会开放三温暖 还有烤箱这一些设施 另外再看到隔壁的新北市的部分 其实只要是符合了这一些 包含视听歌唱业 还有就是KTV网咖等等 只要是符合中央的指引 就可以提出申请 核准副业的话 一定得要配合公安消防的稽查 另外在桃园市的部分 也是放宽了餐厅内用 不一定限制隔板 还有1.5公尺的社交距离 而且如果是像是婚宴等等的 这一些宴席的话 是也开放像是敬酒 还有敬茶的这一些社交活动 另外再看到台中的话 则是比较不一样 跟中央的规定是有一点的不一样 包含像是这一些是不会开放民众 爬山不用戴口罩 去海边的话 一样是得要把口罩随时戴在身上 只要不能保持社交距离的话 就得把口罩给戴起来 最后再看到高雄 用餐系也开放了不用隔板 爬山去海边这些空房处 一样是可以把口罩给拿下来 但是开房要是在家 想要跟朋友一起打麻将玩桌游 这些室内的社交聚会 只不过得要记得 全程口罩都要戴上来 不过其实这样子实际整理下来 就会发现说这样子 每个县市的松绑程度好像都不太一样 也让部分民众觉得说 这样子地方中央没有做好沟通 出现了一国多治的状况 非常混乱 不过唯一全国统一的就是 教育部在今天是公布了 会调整高中以下的学校防疫指引 也就是说小朋友在学校的时候 用餐不用维持1.5公尺的间距 也不用再用隔板了 不过在室内聚会的人数 一样是要限制80人以内 否则就得要维持社交距离 也是晚话 政府每个决定影响人民生活 要深思熟虑 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在向疫情指挥官陈时中 说之前他问行政院政委 为什么爬山要戴口罩 这个问题让大家傻眼 指挥官不知道人民过了5个多月 这样的生活 餐饮业不需隔板梅花座 那为何只有山林海边不需戴口罩 河滨公园马路却需要戴照 因为你在路上 你不会把嘴巴一直开开 你要吃饭 你一定要口罩要拿下来 那让大家能够更自由的吃 市府广场算不算空旷 那突然间说 爬山为什么要戴口罩 就让人觉得 那我们这戴了5个月的口罩 是发生什么事 是误会了什么 中央地方再度隔空对抗 CTC前一天无预警宣布 5号开始餐厅就能拿掉隔板用餐 但北市这头同样不买单 这些事情应该也不会是临时决定 就是说阿姆迪台北市不遵守重要的规范 公告放松项目 基本上地方是一定要配合 一和之隔的新北市决定顺中央 绿营执政县市更是准备万全 却被质疑难道又是早就收到指挥中心通知 各县市其实都是一样 我相信他们的资讯应该比我们更畅通 几周前我们就研判整个疫情 我们也知道我们本来都在准备 引领相对的管制措施 知道的都比较晚 同一个国家有需要弄到这样子 地方中央勾了没通 却让隔板政策出现异果夺制 接着中央高子瑶台湾报道 教室座位统统装上隔板 也拉开间距 这是9月开学时 各校高规格防疫措施 如今随着疫情趋缓 教育部也宣布要松绑防疫限制 针对高中以下学校以及幼儿园 教育部表示 用餐部分不限隔板或1.5公尺兼距 相信餐厅人数必须在80人以内 若超过80人 但有保持社交距离也可行 室内集会活动也同样有人数限制 至于户外教学部分 山林海边活动可以不戴口罩 但要随身攜带 并和同学保持社交距离 搭乘游览车也仍要造册 以及固定座位 另外大专院校部分 室内上课和集会 也必须维持在80人以内 虽然取消梅花座规定 但学生仍要固定座位 逐步松绑防疫限制 也得避免校园环境再有风险 这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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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